威力彩那么在32次的共估之后呢 今天晚上开彩上看投彩16亿造成了今天呢 看到就是全民又在封彩卷 彩卷行也很热啊 他们的业绩翻了好几番 来 这样办法 600 可以当100 威力彩四个月连杠32期 投彩奖金上看16亿 无论是包牌还是单注买 一大早即使冒着大雨 民众也要来赌一把 下雨天还来买威力彩 对啊 为什么 看看有没有这个运气啊 太多起都没有人中了 有想中多少 对啊 大家都想啊 彩卷行每期望选什么号码更是有偏门 根据彩卷行和台湾彩卷统计 第一区最康的号码是奥运五个圆圈 衍生的五号 还有时事牌 陈万水市是当天27号 另外趋势牌0438也很多人选 第二区的01号过去曾开过12次 几率很大 说像11啦 22啦 33啦 还有林四郎的07啦 都比较成为这种号 如果晚上开奖是单注独得 将会写下史上最高单注的投奖金额 也难怪民众贸语就是想抢当亿万富翁 终于说和会员李永廷台北采访不到